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椭圆跟圆之间的最大差别是一个圆 它只要半径或直径就好 但是椭圆的话呢 这个地方它会牵涉到 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个轴 一般第一个轴是水平的方向 水平方向比如这个轴是100之后 那我要怎么样决定它的椭圆的 它的那个角度 那角度部分的话呢 我可以给它 我可以去决定说这个椭圆到底要长什么样子 可以用角度去做决定 那这边呢 如果说我们这边都是45的话 那我可以再按一个R R的话就是说旋转一个角度 再给它需要的角度 比如说45度 它就自动帮我画出一个像这样一个椭圆形 那里面的话有100 这边是80再有50 那最后呢 这两个圆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比如说 用三切圆 有没有切切切 这个是切切切 就切出这两 这两个是正圆的 那有三个椭圆加两个正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是因为前面没有用过那个椭圆 所以我们椭圆的位置在这里 那你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椭圆 它一个简单的说明 这边有一个简单说明就是说 椭圆的前两个点决定第一根轴的位置跟长度 所以有两个轴 然后呢 第三点决定什么呢 椭圆中心与第二根轴这个这个端点的距离 的距离 所以它会有两个轴 然后一般会需要有三个点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观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椭圆要怎么使用 第一个点下去之后 它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这个轴的这个第一个点在哪里 那我们就是直接第一轴的从这边拉过来 那第二个轴就一百 距离一百 第一个第二个一百 然后呢 再来它问你说 你另外一个轴的距离 那因为我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的是要用的是角度 所以呢 这里的话请你输入一个REND 再来REND 之后的话呢 他就问你说 请问你的角度为多少 那你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按右键 就急坐标上按右键 因为我这边要旋转的是45度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现在是零度对 你会发现 旋转到45度的时候 这个椭圆都做出来了 你输入45度也可以 或者你用急坐标来做 那你会想说 那老师我可不可以再往上转 你会发现 然后越转上去 转到大概是90度的时候 这个轴有没有 这个椭圆就变成怎么样 就没有了 一条线 对不对 那如果你再转回 转过来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圆 这个椭圆又出现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个椭圆它的决定 其实是跟着角度来 来这个这个改变 那这边的话 我们有一个45度 所以45度部分点一下 OK 这样的话就先产生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再产生第二个 80的椭圆 所以从这个四分点 移过来的话 80 那角度也是一样 所以再一个R Enter 然后也是直接是45就好了 角度就45 第二个椭圆就出来 第三个椭圆 再做一次椭圆 也是一样 从这个四分点 跑过来50 Enter 然后REnter 也是一样REnter 然后角度的话呢 给它45 REnter REnter 然后45Enter 做完毕之后的话呢 另外这边有要补两个元 那两个元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用什么呢 切切切切 哦 切 这边还有两个元啊 这边啊 这两个元 切 相切切切切 好像应该是切 跟这一样 应该哦 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地方 跟这一样 应该是 绘制里面 我们用两点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它 一定会有两个四分点 第一个四分点 拉过来之后 第二个四分点 来就可以了 用两点就可以了 然后比较简单 一起键 再来按右键 重复两点 这边有一个四分点 然后呢 再到这个四分点点一下 那这样 这个题目就完成 OK 好 那其他部分的话呢 相关的标注 请各位再自行标注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